北公教負責是客家委員會配合衛生 讓你補當教教委 結合國管市委員會CG航農當教責推出的服務 幫你電話社區為力競應這個進職 特別教你北公教負責的行列 立正正是改白開用 科委會的博公招呼站進來 藉由現有的公開據等這個基礎 共同發揮 讓整個社區是多元化的 另外可以讓社區的長輩們共同參與 能夠減緩有一些老化的失智的問題 或者健康的問題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去做一些協助 立法社區現在不然有長照2.0社區照顧關懷古店 也曾經之後北公教負責 將會提供社區的中央更有一個服務 也可以大興關照中央的心理輸求 多元的客廳已經可以豐富中部的生活 那在客家博公照護站這個部分 融入客家的文化 包含像花布、紙傘的彩繪 這個都是濃濃的客家風 也讓我們的社區的長輩 玩得很開心 然後又學得一個技巧 那是非常好的一個示範 所以我們期待 未來我們梨花社區可以繼續來辦 然後讓我們的長輩開開心心 齊夫等腳推動社做的委員跟視照也表示說 在社區關懷古店 能做一個客家文化意想的環境 哪怕破一般品種對照顧咱們的印象 我們在節目裡要喜歡咖哩、彩虹、彩虹、布的唷